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这是高云翔封部后的朋友圈首次更新 但目前董玄方和高云翔方都为回忆朋友圈截图的真假 有道是沉默等于默认 这朋友圈截图很可能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网友们有话要说 高云翔虽然目前已经获得保释 不过此案没有最终审判 不能说明高云翔无罪 但是高云翔做出了对不起董玄的事情是不正的事实 有网友表示高云翔做出了对不起老婆孩子的事情 还涉嫌犯法 出了事就拉老婆孩子挡枪 企图用老婆孩子洗澡 这样的男人很可耻 还有网友表示 她的个性签名居然好意思用人意理智信 这五个方面她拥有哪一点了 在一片骂声中 也有听到一些好听的声音 比如高云翔的女儿长得真不错 董玄真美 只是可惜嫁错了人等等 还有网友表示 高云翔虽然犯错 但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人无完人输能无过 只错就敢善莫大言 即便高云翔最终被判刑 法律也会给她改正的机会 让她重新做人 希望因此一意 高云翔能够洗心革面 不再辜负老婆孩子的付出了 哦 高云翔爱最终会迎来怎样的判决呢